如果你自己喜欢收息股,你会选择哪一种? 其实如果你说很多的,如果是收息股的选择 其实内银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预计一定是持有中长线一点 因为近期你拉到南美楼的因素 也会短期对股价有些困扰 但是刚才一开手说的就是 我觉得最坏不会连银行都出现一些系统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论收息 其实斯坦罕过去一直都说有700利息 那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不用急 因为刚才看这件事可能短期对股价有些困扰 而其实好几只都随时剩下的 如果等下一转就会买 所以我想慢慢买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我看到Charm也有人问 我刚刚问类似的东西 他说现在5厘以上有什么收息股推介 那941好吗?还是883呢? 如果你说两者我会选941 因为你考虑 当然有些人可能喜欢883 就觉得如果真的拼下价升 他就会比较多一些纪律 但尤加这段问题是很难顾的 所以你比起 只赶收息来说价是稳定的 一定是中移动的 还有你看看息率 中移动现在也有8厘多息 中海虽然说是高息 但是刚刚那转特别高而已 但未来虽然说保证也会派得不差 但是计算是6厘多 如果一个6厘多 价格又可能有机会挫一点 虽然可能定义有机会挫上 但是看是否中 但是另一个是8厘多 价格不是很动的 但是如果真的从收息股去选 当然是稳定不太动的 而且稳定也会高一点 虽然你说只说收息二选一 我觉得会选中移动 其实一样 这些位置慢慢分家断买 就是你收息其实真的会分家断买 因为你不是炒价上 你没有必要是因为一注就搞定了 我觉得是慢慢吸收会比较好一些 好啊